明年如果是同一个时机会发生 我们就跟陈吉仲副主委说 我们两个都要切剥了 你没听错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语出惊人 说明年农产产销再失衡 就要和副主委陈吉仲一起切副谢罪 我们要改变过去的这种传统 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已经跟院长跟总统 联的军令状就是 我们没有更好的作为 那我们随时都可以走人 今年香蕉凤梨价格接连崩盘 农民怨声载道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成为众矢之地 现在夸海口出现切副说 但是事后再被追问 却又这样回答 我想我们表示的是一种决心 就是说我们不是来这边 只是要这个位置 我们是要真正来做事的 做不好 我们当然就是要随时 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毕竟切副姿势体大 林聪贤 雨天对赌的决心 大家都听到了 但到底能否落实产销均衡 全台55万户农民 得睁大眼睛看 环宇新闻 综合报道